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今早是楊國仲和大家說天氣 受到一股偏東氣流影響 今早風勢也挺大 在這裡提醒大家 強烈季後風訊號已經是生效 如果大家今天需要做一些戶外活動的話 由於風勢比較大 要特別注意安全 也是由於吹著一些比較大的偏東風 今早各區的最低氣溫都很平均 普遍都是19度左右 如果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可以見到 其實在我們附近 仍然是有些雲層覆蓋住 所以我們預計今天的天氣情況 會大致多雲 有一兩陣的微雨 風勢都比較大 沒有做一兩日那麼熱 今天的最高氣溫大約是22度 長遠一點 我們預計明天星期日的時候 在我們附近 雲量不是太多 相信會見到多一點的陽光 不過去到下星期的時候 我們在天氣上見到 在中國內陸將會有一些緊密的氣壓 等下線 向南擴展到華南沿岸地區 代表著有一股 跟一道冷風相關的東北季後風 就會影響我們 相信屆時的天氣除了會涼一點之外 也會有機會有雷雨的出現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這樣 我們預計 因為接下來的一兩日 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去到星期二的時候 會有雷雨 而且氣溫會顯著下降 大家要留意 多謝大家收看這一節的天氣報告 祝大家有個愉快的週末